哈喽大家好 多伦多蓝鸟与纽约羊姬 四五年前可以说是所有棒球迷必看的对战戏码 两队求胜意志相当坚决 所以只要有畜生球发生的时候 一定是要跟你干到底 也因为如此 两队在四年前的比赛中 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这是一场2016年9月27日的比赛 羊姬做客蓝鸟主场 四连战前三场羊姬都吞下败仗 战绩79胜76败 晋级季后赛机会微乎其微 一局上轮到Josh Donaldson的打击 球速一坏球一好球的情况下 先发投手Louis Severino 投了97mm晋升的快速球 这球打中Donaldson左手肘 让现场球迷心声不满 这时也拦起蓝鸟球员心中不爽的情绪 没想到在第二局 蓝鸟先发投手J.A.Happ 也投了一颗晋升球 这球直接砸到Chase Hadley的腰部 他一马上重重的将球棒丢到地上 主神马上给两队警告 这时候羊姬总教练George Roddy 冲进场内抗议 认为为什么要给我们警告 他认为Happ应该要被直接驱逐出场 根本不需要什么警告 你主神有权力直接将他赶出场啊 蓝鸟的Donaldson这时候也很呛 还大声说 You are bullshit Fuck you 只是不知道在对谁说 这时候两队牛鹏也相继加入战局 但是画面左上方 这位投手用马力欧的方式跳进来支援队友 就让我有点不解 查一查原来是投手Jason Grinley 冠老板就是喜欢你这种 即使没做事 有道也爽 反倒是George Roddy 就觉得主神来到了球场 该做的事情都不做 凭什么领薪水 既然如此 我们就只好直接干了 二局下 先发投手Louis Severino 第一球就往Justice Smoke膝盖砸过去 想当然了 就是想要打架的意思 不用等被对方说毛美掌棋 也不用等网友的支援 或者狂刷谷歌副屏 直接就可以开干 冲第一的是Josh Donaldson 两队又在内野齐聚一堂 这时候居然有人把手套往空中丢 似乎宣告准备好订狗机了 从漫兜座看 原来是铁爷Mark Teixeira 生涯最后几场比赛 这时候不打 什么时候打呢 但是跟前太空人打击教练Alex Sintran一样 并没有冲到最前线 反而是待在人墙之后 而且还待在六个人的后面 铁爷还是有七小要照顾 退休之前还是别玩太大 至于跑到最前线的 则是杀胖CC Sabathia 他与Donaldson开始对干起来 互相叫嚣 这场大乱斗 这时候移至本蕾版正中央 画面上最上方的铁爷 这时候又跑进来支援 结果被蓝鸟球员架开 也不知道他离人权这么远 突然暴冲进场是为了什么 过没多久 再度爆发第二波冲突 这时候轮到包大人 Jose Bautista 与羊鸡球员互相推挤 他也想找Severino算账 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后来羊鸡总教练Gerati 还有先发投手Severino 都被驱逐出场 不过羊鸡在这场比赛中 以7比5拿下最后的胜利 最后我想要问大家 蓝鸟队 没有人被赶出场 你觉得合理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你赞一下分享 那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